你們知道台灣第一首渣女的歌是誰嗎 就是他 你以為他是玉女 不是他唱的歌是渣女的歌 哪一首讓你有這種感覺 就很渣 妳在老公面前是會撒嬌的人嗎 偶爾 例如說大概怎麼樣 就是有需要的時候才會撒嬌 什麼叫有需要什麼需要 不是 我是說 就是老公今天晚上 不是那什麼叫有需要的時候 妳會撒嬌這是什麼意思 我會說老公 今天可以幫我帶一下小孩嗎 這種 但妳撒嬌聲音好粗喔 你們知道台灣第一首渣女的歌是誰嗎 就是他 你以為他是玉女不是 他唱的歌是渣女的歌 哪一首讓你有這種感覺 對 練練真言就很雜 喔 對不對 想 想忘了你 於是決定愛上他 那 想忘了他 所以愛上他 想忘了他 於是決定愛上你 這是什麼詞 蛤 這是什麼詞 我那時候在台北的那個演唱會的時候 尤其是他們自己做了一個 那個叫做什麼 布條嗎 對 應援 應援的那個 他們寫了幾個字在上面 我真的看了真的超感動 他們寫說一起年輕一起老去 哇 真的耶 如果是你你是不是會很感動 所以就要再多辦機場 因為會回饋給他們 因為成本要回來 不是 那你喜歡哪一型的 就是哪一型的 比較質樸一點啦 我這樣算質樸嗎 對 我不質樸 我超質樸的耶 你這麼輕鬆 巨蟹 巨蟹超自戀 我沒有我還好真的 我不是靠臉的 當然不是靠臉啊你 9月3號在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然後下午4點鐘 一定要記是4點4點 讓我們一起再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回憶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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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